欢迎收看容易工作室频道 我们有容易线上看楼 香港人在大湾区生活 楼市分析 退休生活 美食探店 内地装修攻略 家私购物 大湾区创业等优质栏目 立刻订阅我们的频道 马上去片 大家好,我是Sherry 我是今年进驻到 异创空间的香港级的创业公司 然后我是听到 我之前的澳门级的大学同学 他们是在珠海那边的 青年创业公司去做这个项目 然后我就有收到这个信息 就来到这边 那你的创业项目是什么 我这边的话 我们团队主要是为大湾区的 有需要提供高中方向升学的 家长跟学生 去提供适合他们的咨询服务 里面包含了国际教育板块 也包含了香港高考 高中课程 香港DSE课程等等 那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个项目 来做你的创业项目 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本人是从2014年工作到 现在有七年的一个 国际教育方向的一个时间 然后在这一段工作的积累当中呢 令到我认为在大湾区 去做这个国际教育的升学方向的事情 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也是能够真的实现 就是公司的价值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选择中山 为什么会选择中山 首先我是觉得说 我们港澳青年在大湾区 就业和创业都是一个大的趋势来的 而且并且是我认为对我们港澳青年 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那么选择中山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觉得中山的地理位置很好 它离大湾区各个城市都比较近 那么我自己以前的一些 大湾区的家长跟学生呢 他们也都是在广州深圳 珠海等城市 我认为中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交通地理位置 那其次的话呢 就是我很喜欢中山这边 对港澳政策的 这一个青年项目的政策的支持 以及我第一时间了解到 这个政策之后 这边的工作人员 给到我们团队的咨询服务 比如说场地的提供 那这些方面的话 其实对我们刚出来创业的 这些青年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的政策 那中山的话 我认为是一个很适合 很适合如果我们有亲戚或者朋友 本身就是在中山的 那其实也很适合来这边去发展 和一起共创更好的事业 你的团队现在怎么办 我的团队的话呢 有一半是来自于海归的留学生 有一些是我之前认识的同学 或者朋友 那么有一半呢 是来自于我自己招聘的 本地的英语专业方向 或者英语教育方向的 热爱教育事业的伙伴 那么他们的话呢 就是说跟我一样 也是喜欢和热爱 做国际教育咨询 以及升学规划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大概团队 加上我一共是五个人这样子 那业务方面发展情况 目前还是一个 刚刚起步的阶段 那么是属于就是 我们一个小的团队 那其实也是有服务了 18个月的时间 服务了差不多40组家庭 你觉得这边创作空间 给你的服务是那么多 你会把它介绍给你身边 更多的朋友吧 接下来的话呢 我是打算把就是 异创空间的这一个平台 会介绍给我身边 更多港澳的青年 如果他们有创业 或者就业的需求的话 我认为对他们而言 都是一个很好的政策跟福利 那我也希望有更多的 港澳青年跟我一样 回到大湾区来创业和就业 感谢国家和政府 对于大湾区港澳青年的 创业就业政策的支持 谢谢 哈喽哈喽 我是林景山 2008年呢 我在香港发展了 从事金融地产行业 那2017年呢 就是从香港回到中山来创业 那我现在就是 中山市深微贸易有限公司的 创始人 从事的那个直播带货 还有跨境电商 这样的一个主营的一个业务 怎么想创业 为什么回到中山创业 我觉得呢 人生很短 回头看一下 自己 到底这一路当中 你做过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 要自己要思考的 但是我心里有梦想 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初心 当时呢 2017年回到中山的时候呢 我有个朋友 他是做产品的 他的工厂倒闭了 他当时一个大男人 在我的面前哭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呢 那当时我在心里想着 要不就是开一个带货的 一个这样的渠道 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吧 就这样做下来 那也非常的好 也成功 帮很多的厂商 他们解决这个销售的问题 另外呢 我为什么要选择 就是在中山创业 我觉得中山是一个 非常良好的环境 而且他创业成本很低 消费也很低 在香港生活 其实压力很大的 说实话就是工作也非常的高压 那回到中山来呢 我觉得这个环境 其实带给我非常轻松愉悦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所以我选择回来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这里的一切的人 非常的好 就是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关心啊 热情啊 对我们的一些关爱啊 我觉得香港人是 不是说香港人不好 但我觉得中山人来讲 就是更加的 我们说踏实 还有实在 所以对于我们创业来说 就是更落地 所以我觉得中山创业 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选择中山越搞 到新年创新创业呢 益创空间呢 给到我们公司呢 非常多的关心 所有的领导 还有小伙伴 还有朋友 也对于我们公司的发展 非常关注 所以首先感谢医生空间 在这里呢 我们感受到了一个 学习的一个创新的氛围 所以所有的创始人在这里 都能感受到这边的一些 领导对我们的支持跟扶持 所以关于政策 还有这里的一些平台 对于我们来讲 是非常好的一个帮扶 因为新创公司嘛 在这里非常需要得到 就是广大的一些知识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都能得到 所以会选择在这里 进行创业 感谢 能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我们公司团队的情况 还有向上发展的情况吗 我们公司呢 从2020年的9月份 进驻了医生空间的 到现在为止快一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公司的团队有10个人 那就非常的幸运 在这里的发展都是按我们的公司计划来去实现了 所以非常的 我们算是在中山来讲 是第一个跟其他的一些一人公司 签署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公司 也从这边呢 就是帮助了很多的厂商 去找到相对应的明星 帮他们去把成功的 成功的把产品销售给各大的消费者手上 所以呢下半年呢我们是更大的力度 帮助他们去把产品销售出去 这是我们的目标和初心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努力的 您好大家好 我叫陈怡辉 我是中国香港人 我在澳大利亚 Murdoch大学那边读书 读计算机跟市场学 您是什么时候进驻到 这个空间这个平台 进驻到就要好几年了 都好像是1819年左右 都有点忘了 好疫情前我们已经在这里了 那个时候创业的具体的项目是干什么 创业的 现在我们创业的具体的项目 是做这个跨领电商的培训 毕竟我是计算机跟市场学毕业 我就两个用现在来说 最结合的就是做电机项目 我的英文比我普通话好说 所以就因为在国外读了多年的书 所以就觉得跨领电商可能更符合 我这个知识范围以内 当时为什么选择在中山创业 我当时怎么选择 就是我刚过来那个时候 就是02年过来中山的 然后我们香港的母公司派我过来 进去中山一个工厂里面坐 我来的时候是做这个市场助理 然后我不懂不特别懂看中文 不懂说普通话或者听不懂普通话 然后就之后呢 都在这里就慢慢 也不说太慢吧 就尽快去学习这个普通话 还有学习中文 也认识我老婆 现在我是三个女儿的老爹 在中山都很多很多年了 这次过程中的医生空间给你提供了 怎么样的帮助 医生空间给我们都比较多的帮助 第一就是他们这个位置 这个相对来说 这个租金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二就是这个氛围也是 相对来说 很多我们类似的行业的人 都会住在这里 所以我们交流方面也是有点方便 第三个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医生空间 他们的地步人士的服务态度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什么都市都可以聊 可以谈可以去帮助 那目前这个团队对于 我们的项目发展情况怎么样 目前我们的项目发展的话呢 主要就是 还可以吧 我们现在特别是针对中专 学生那边去发展 就是去学校那边去培训 然后呢就向企业那边收费 就是做一个我们叫校企到这一个结合 学校就是说中间学校就是校了 然后企业的话 就是说中山的企业 他们中山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传统的制造业的行业 但是如果你去的这些企业比较多 你会发现相对来说 利用新的模式来去比如电商的模式 跨离电商的模式来去强化他们的业务 强化他们的营业额 还是有点缺陷 还是有点缺的 对比比如说深圳啊 甚至东莞啊广州啊 所以我们希望利用这个都是可以强化 然后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就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在我们那边 用我们这个非常的非常的 怎么说实操的模式来走 就学得更快 学得更稳 那目前比如说团队发展中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商企业来说 就还是有一点的过渡期 怎么去从一个传统的一个 一个广交会的来接单的模式 慢慢变成为一个B2C的电商的模式 很多他们都转变不了这个 还没完完全全能转变那个社会 然后平均来说很多这些老板的年龄 都有我那么大了 我觉得我都不觉得我很年轻了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都是 是有这个的时间有点拖慢有点延迟 你会介绍你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到育场空间吗 介绍了不少了好多了 如果说港澳青年来这边发展的话 你会怎么给他介绍一下文件 怎么介绍中商 我觉得最重要就可能是先介绍一下 国内这个文化还有国内这个做生意 现在这个模式 我觉得这个我在很多做生意的时操的理念 我觉得我都是在中商那边学 然后我差不多可以说第一份工作 就已经就是在中商那边开始做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读完书回到香港那个时候呢 就他们过了几个月的基本上派我上来 那个时候就没人扛下来 但是然后我发现这个是我人生最 手一手二最政策的决定 可能除了除了娶我老婆之外 大家好我叫余国荣是香港人 我在香港练完大学之后了 有段时间在香港工作 那现在呢是来到中山这边发展我的事业 我本身也是中山人 那你的创业项目具体是什么呢 我主要是做那个文创旅剧的项目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会在那个旅游上面呢 再加上其他的文化创作 还有康养的一些内容 让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呢 那个玩法更加多样化 而且更加好玩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旅游的 以前呢我也喜欢中国到处跑 还有在欧洲到处跑的 然后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愉快的事业 而且呢现在我看到大湾区呢 大家都很忙着去发展它的很多事业 可是呢就忘了去接触大自然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抽点时间去看大自然 而且呢 家长也需要把孩子带到家外去 因为呢我们常有句话 在大自然讲长大的孩子呢不会变坏 所以我希望推广这个理念 这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我本身就是中山人嘛 人的特别的感觉 不过另外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之前呢是在广州的 开展开展我的那个事业的 后来我的朋友在中山 叫我过来帮忙 讨论一下那些事情 我过来之后呢发觉 这边的环境不错 而且呢这边有很多的资源 那我觉得呢 那我觉得呢也蛮符合 我的一些那个 那个业务的发展理念 所以我决定呢 在中山推展我这个项目 那这个越南澳青年中业平台 给了你怎么样的一个帮助 那最主要呢 我觉得它就是对港澳那边呢 是有一些政策上的支持 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进来这边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办公室的那个支持嘛 至少我可以不用去烦恼 办公位置的事情 那另外呢 来了中山的话呢 很多时候有些政策跟安排呢 其实不太了解的 那当然我可以问我朋友 不过我觉得如果有些官方的 人员给我去询问的话 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觉得来这边 最大的好处是 有人我可以问 然后呢有地方可以办公 我们也比较特殊 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呢 我们展现出来他们就说 哎你们有台湾人 有香港人 有澳门人 这个组很特殊 这个也是 所以我们的 目前我们的核心成员呢 就是来自台湾 澳门 跟我香港的 然后不过呢 最近我们也一直跟我们其他朋友 去讨论 也希望他们当我们的合伙人 我们一起来发展 因为他们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未来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的成员呢 是更加多元化 而且有一些伙伴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大湾区 都有我们的合伙人 将我们一起来发展 那目前呢 我们是刚进来 然后开始做一个 启动的准备 所以最近呢 我们已经跟一些地方的资源 包括医院呢 一些那个温泉的那个酒店呢 还有一些主题的那个生态基地 这个就是以后我们推展 我们那些旅游 文旅的时候的一个基础吧 其实新创平台有提供这么好的服务 你会选择把它介绍给你更多香港的朋友 会啊 会啊 这个当然会了 其实我们谈起来 他说我在哪里 我说我在中山 然后他们说这边怎么样 我说还不错 可以过来了解一下 只不过最近因为是疫情的问题 就比较卡住了 那我估计疫情之后呢 他们会比较有时间的话也会过来 其实我们另外有一个心愿跟想法 我们也希望呢 把一些内地的情况 以及发展的机会呢 带回去香港 也香港的一些朋友 还有一些年轻人可以过来发展的 因为我觉得香港的市场还是比较小 如果能够进来大湾去的话 这个机遇其实蛮好的 只是他们很多时候没有人帮忙 那我们也希望有这个桥梁 我们知多少告诉他们 让他们一起过来 一起合作 一起发展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